科目3 直线行驶怎么才能不跑偏? 1. 调整坐姿 在汽车没启动之前就要调整好坐姿 坐姿不准确会影响视觉判断 对于车感不好的学员来说很容易出现跑偏的现象 2. 视线 有多远看多远 直线行驶的过程中要将视线看得远 很多学员在行驶时车身跑偏了才发现 因此在直线行驶时 需要延长自己的视线 在车辆刚有偏差时就进行微调 3. 操控骑车方向盘时 有的学员会抓紧方向盘 有的只是轻轻扶着 这两种方法都不准确 应该适中的力度调整方向盘 同时控制角度 调整角度过大很容易被检测到 4. 油门 一般情况下直线行驶的车速不是很快 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对油门进行灵活的控制 避免在行驶过程中忽快忽慢 车速控制不均匀也可能会出现方向盘的跑偏 屡癌 华